大哥 開什麼東西 嗨 這個冬天到了 冬天到了很多人都期待什麼 雪季到了 那出國滑雪很多人冬天都會 這個必定的行程 首先呢很多人都怕摔 對 大家都摔倒怎麼辦 然後現在不得了 現在就知道 我這是防摔 對於像 尤其是玩Snowball滑雪板 我們很建議一定要穿防摔褲 就是保護你的尾椎 是尾椎其實不是屁股 我們屁股已經很多肉了 其實不怕 是尾椎這個地方 膝蓋 因為滑雪 Snowball它比較辛苦 就是一開始的跌倒衝擊力比較大 如果你穿了這個才不會怕 你會學得比較快 真的 Skid的話就還好 但是還是很多人穿 因為有的時候是別人來撞 對 像我 這個是防摔一了 防摔一就是 開始練很多花式動作的人 他們可能需要 初學者的話 這個就應該夠 對 但如果說你想買 我們也不反對 我們想一下 就是說台灣很多人是 一開始要接觸 所以你到底要 需不需要這麼東西 當然不需要嘛 你一開始跟滑雪團去 像這些所謂的硬體 雪板啊 雪鞋 白頂都是用豬的 對 這包括可能在你的團費裡面 就包括了 但你自己貼身的東西 我們建議就一定要準備 對啊 你穿別人的好噁心 尤其是像會流汗胖胃 比方說那個 然後你在臉上流汗啊 什麼的 過敏 毛帽啊 身上穿的這個排汗衣 面罩 雪襪 基本貼身的東西 你自己準備好 那接下來講穿衣服 很多人都一直問我 穿衣服這個事情 就是說譬如說 我們的滑雪外套 有些人摸說 它這個很薄 那我在雪地會不會冷死 所以我們要教人家 怎麼穿衣服 首先是 這裡面要穿排汗衣 不要穿棉子 棉子會吸你的濕氣 然後那個溫度一降 就結冰就更冷 對 所以裡面穿排汗衣 這個就是排汗衣 它可能會混一些化學 那個羊毛什麼 讓你更保暖 主要的目的是排汗 是 中層就是像Model 現在裡面穿了一些灰色的 它就是 鋸紫纖維做的材料的衣服 它保暖層 對 就是保暖層 然後最壞層就是 擋風擋雪 那雪衣不是羽絨衣 對啊 一般人會以為雪衣就是羽絨 羽絨衣就是它很保暖 可是它太暖了 它的蓄熱太快 一般 比方說登山的人穿羽絨衣也是 休息的時候才有辦法穿 它邊走的時候穿會流汗 對 因為滑雪運動會流汗 而且羽絨會怕濕掉 濕掉完全沒有效果 而且你要記得 真的在滑雪的時候 你會滿頭大汗 真的 尤其是初學者 因為第一個你緊張 第二個 你很多肌肉是你平常不會用到的 所以你會特別累 其實不用擔心會不會冷 你很快就會想把外套脫了 對 你千萬別脫 因為脫了會結冰